好,接著這一套呢 可惜了一點點 其實很期待它動畫快 原作的,我想知道 其實原作是一套四格漫畫 還是一套完整的一十多頁 漫畫那種畫法 其實是兩半的 因為我的感想 這套我們會說這套 是擅長速輪的公目同學 我的感想,其實都咪前和樹林一樣 其實覺得這套是有點太長的 它做成一集有大概23至24分鐘的 這套的動畫是略形的故事 拖得比較慢的節奏 所以就會覺得有點辛苦 所以我有點好奇,原作的漫畫本身就是這樣 因為你始終漫畫沒有那個時間性 就是一些醞釀的時間 或者思考的時間 它用一句對白,那些會很簡單 會大過了,或者你很快會 看完,那你會覺得 就是他們的應對 那個速度,其實是 不需要那麼長時間 反而就是現在你動畫拉長了 好像就是西片它要想事情 比於思考時間 但其實很多時候你會看到 很多比較多的是靜態的 整個畫面靜態了 思考也不是 好像我們看法物語 類似的類型 有很多內心獨白在那裡 不停在那裡一兩嘴說話 然後接著作出一個思考行動 西片是有的,但重點不在那裡 不是法物語 我心獨白是他搞笑的地方 我想那個 說人說得很對 就是其實 你看漫畫 一個十幾頁的漫畫節奏 永遠的節奏是比動畫快的 如果你去計算的話 要分鏡之間的運用 和你用一個鏡頭和影像去表達 永遠是用漫畫會快一點 但其實他最主要 因為他主軸不是一個鏡頭 他在某些時候 他才會用一些比較像四格的方式去顯現 基本上都是一個短篇方式 因為每件事件 那個契機 或者發生的裡面的一些事件 其實是很小的 因為本身一集裡面有三個事件 三個事件其實你計算 每件事件平均接近七至八分鐘 他最多有三個同學 那兩三分鐘的短劇程 聽起來好像不是很長 但其實以一個其實沒有什麼故事內容來講 純粹是一個叫做 惡作劇的劇情來講的話 其實是偏長的 這個也是我覺得他寫故事的時候 有難度的地方 先不論這個節奏的問題 動畫的話我想前一兩集都好些 去到第三集 可能因為都觀眾 你開始已經慢慢習慣了 故事的套路 鋪排還是這樣的 所以其實反而會覺得 開始真的是 都是那些東西 然後你會覺得慢那麼悶 我想說的是 其實剛剛正如雪人講到 我故事的主題 因為是講捉弄人 講整骨 其實你基本上 很容易有兩個方向去發展 一 就是可能從搞笑一點的方向去發展 就是那個整骨 那些捉弄的東西 有很多 好像假裝鬥子 有很多計謀的東西 有很多計中計中計 那種玩法去令到這件事複雜 又或者因為一個故事 也都看得出那個故事的重點 其實不是在這裏 他就很擅長用捉弄的東西去放閃 去殺甜蜜 因為這個質重點 是在於閃光那裏 其實是的 閃死人不償命 這個方面 而其實你看到就是 因為他那些捉弄事件 剛才鏡花也說到 你不是說計中計 不是說局中局 或者是鬥志 很明顯就是 西遍是不可能會贏的 唯一比較有那個味道 那一集已經是他 集積一生的那一段 比較接近 但因為那些片段其實是 跟我們之前所說的 拉的時間拉得太長 其實因為這些小故事 其實你不需要很長時間去思考 就是不會死人 因為 是 高牧使用的方法就是 就是反過來 用西遍的方法去玩它 沒錯 而這種方法就是 因為本身在西遍 在我們觀眾的角度來講 看這一套東西的時候 西遍已經講完了它的佈局 然後你還要在高牧那邊 再去醞釀一次的話 所以顯得那個故事很長 是的 還有你 基本上你一定要 故事 代入那個角色還是西遍 其實 因為你其實 享受就是看高牧 怎樣去玩田屋 對不對 所以其實你 觀眾看的角度 一定是從西遍那裡開始 所以剛剛 西遍要先內心獨白一次 做一次他去思路 再去 裝個球 拋去高牧 如果高牧再弄他 這個是不可能 避免會出現的一個故事 所以這個故事 真的拖到這麼長遠 就是這樣 還有剛剛我想說的 就是既然那個故事 很明顯 到三集 一定是說那兩個 小兩口在耍田蜜 放屎 其實 怎樣拿捏高牧 他怎樣去跟西遍的交流 是很難拿捏的 我想說 舉個例子 就是第一集和第三集 第一集西遍 最後有一幕 就是他在桌上 叫他一起裝鬼面 那個是比較簡單 還有那種甜蜜感覺 是比較輕鬆一點 但例如舉個例子 如果你逼得太緊 你會反而覺得 很容易令到出現的程度 就是覺得高牧這個人 其實是不是在玩東西 其實他是不是在 掌控著這個男生 我想說那個位置 是第三集最後下雨的位置 就是他不斷逼西遍 去說一些情侶之話 那段 你如果拿捏得不好 拿捏得過火 其實你會覺得這個很快 其實很容易 其實 我會說暫時 三集來講 未去到太過火 拿捏那個控制 還是OK的 但是我會很 我不會說懷疑 我會很好奇 究竟這條界線 到最後可以拿捏到哪個位置 是 這套作品 玩的就是 其實叫做致命一擊 是一兩句說話 其實那一刻 你就覺得閃到爆炸 所以其實你看到 製作群並不是不知道這件事 你看到製作群 很多時候都是把 高牧的 cut in 放在最後 讓他閃一閃 西武 或者更加近甚的就是 閃一閃觀眾 是的 其實很多個位置都是這樣的 游泳就是這樣 擦膠的音樂很明顯 剛剛說到 扮鬼面的音樂 都是用這個方法的 但是 所以我覺得 下雨的一個位置 其實是 超過了 像這些觸弄的東西 只是高牧希望細片 你不要做神木 你應該要感受到 但是一到高牧做太多的東西 就會有鏡花那種反作用 我覺得這個女人好像很 很心計 或者好像很煩 我不知道怎樣 變得沒有很閃光那種 是的 因為其實這套東西 定位是 它有點像 我們 雖然我講的作者應該不太出道 但是它有點像是 那種 你在Twitter看那些 一兩頁的短故事 有一個緊 然後就去閃你 那種感覺 它其實是玩那種 它不需要太多鋪陳 它只是需要那種 好像是兩個人 很甜蜜的互動 但是不一定要說愛傷出口 是一種曖昧的感覺 是令到你覺得故事有趣 所以要拿捏那種曖昧的感覺 好像剛才所說 是要把最後一擊的活動 做得很好 否則反而是 沒有了那種味道 而我會講到的是 在動畫化裏面 其實細片找月味怪 其實我覺得OK 這傢伙本身也是 都是被弱的 但是我覺得 找高橋李懿 其實好像不是很適合的聲音 其實我自己的感覺 因為沒有了高木那種 有少少少惡魔的味道 不是很適合 不是說真的不是不好 但是我覺得 我一開始聽聲音的時候 其實會 尤其是我有看原作來說 有那個形象 其實沒有了那種 有少少活血 又有少少 打鬼主義的那種感覺 所以你覺得高橋李懿的演出 可能少了那一層 就是那個 小惡魔的味道 其實 中不透的味道 那種其實都 略少 因為他配的角色 其實都比較 有少少弱氣 當然他自己本身 其實是很瘋 大家看的那些視頻都知道 但是 但是似乎高木我覺得 那個拿鐵好像還沒有去到最理想的 其實是 我會說 高橋李懿配的時候 他在高木的一些小動作 雖然小動作 好像說到作畫 但是其實 那個人一定是有反應的 那些位置我都配得不錯 是 那些位置是好的 但是剛剛 學阿薩說的 其實要去到 將高木的那種小惡魔的感覺 就是 不是每個位置都做得很好 因為 嚴格的定義來說 其實他不是小惡魔 或者這麼說 他捉弄的地像 只是細片一個角色 其實 對其他人 至少在他故事的 原作裏面 也沒有對其他人 這個只是 only one的單樣式 其實是擅長捉弄西片的高木同學 沒錯 現在看下去 其實我會說 我是很想 開快速去看的 因為如果那個動畫 其實你開快速 它兩倍 濃縮了的話 Toyer其實是剛剛好的 我覺得是 那他應該學這個Pod Team Epic 那樣 不如直接 不如直接把那套動畫 插了兩半 兩半不同 聖幽魂拍 可能會好些 我也覺得 說不定 他就一次過兩種享受 不過這個 所以其實你看到 就是他都放了 放一些配角的同學 那些東西 下去 應該說 他壓一些時間 他需要一來壓時間 而且如果你太密集的話 你反而會很heavy 這樣有緩衝距就好些 結論我還是覺得 那句話 是應該做這麼長這套 Anyway我覺得 內互相傷害的話 其實是值得一看的 沒錯 如果你想被這個放閃 令你充滿閃光地虐殺 就可以看這套 這套我們介紹到這裡 那我們去下一套 你也要有什麼 作詞